大家好 8月13日星期五 有兩件事想說 一件本地 一件當然是未有來源 還未開始 拜登的報告應該是27、28 應該是27 就公佈了 還是救測CORONA VIRUS 武漢肺炎 這件事拖了很久 三個月前說 現在就到期了 這三個月裏面 你見部署了很多事情 這個衝擊應該是 國際上對香港的衝擊 都是非同小可的 我不明白 要應對這些 香港在搞什麼呢? 要不需要應對呢? 恐怕那些廢業官 那些港共 就瞞瞞瞞瞞瞞 應該看到這兩天 大家看到 吳鄭突然說 她向中央提議 反外國制裁法 是要本地立法 即是本地立法 即是慢慢立 其實很簡單 在她來講 五個月左右 她有沒有連任 一定知道 她老共的人 不會過一年 二、三月選的 通常 還有那個 那個選舉委員會 那個選舉委員會 那些事情 沒興趣理她 但是她們有興趣的 自然知道 哪些人出來 那些人 那些人 喜不喜歡林鄭 大約都知道 我想她也有些呼籲 基本上 就不想背禍 是這個人有 我們都知道 鄭若驊 我早幾天評論過 很簡單 譚耀宗又說 本地立法 鄭若驊 就很清楚 應該是 擠入附件三 同樣是 你想想她們的位置 竟然是 律政司和特首 相反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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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怪異的 但是如果你說 喂 為什麼 我們結合她 整個中美關係呢 多少都看到了一些事情 因為 拜登已經叫美商走 很明顯 這個制裁 和反制裁 將會出現一場戰爭 怎樣打法都不知道 相信港共都不知道 那些賊婆 最重要是 她不想再揹這些 因為如果已經是附件三 那有什麼事情 要制裁什麼呢 全部都推給中央 中央決定 但是本地立法呢 就不關鄭若驊 因為她負責檢控 但是呢 如果是賊婆 兩個事情都她有關 但是本地立法 最好是拖到 她已經鐵定不做了 起碼在她不做之前 就不用她做 到她一定鐵定不做 分分鐘她就放假 交給李家超 是不是李家超 去做 去做 李家超去做 她就幫人救市了 一遇 所以她是贊成多多幾個月的 譚越宗似乎都是 譚越宗很代表 本地左派利益的 因為其實最怕制裁什麼呢 都輪到他們這堆人 因為高級的 大概除非準備打仗 否則就不會制裁到 習近平 政治局 為香港而制裁 不會 但是香港本地 本地開始有制裁和反制裁的 戰爭出現的時候 他們都很怕自己拖進去 所以就各自說話 我們不是想說她 只是說了幾分鐘 我們是要說 這個描劃報告出現的時候 我們會期待 中共怎樣反應 因為現在已經看到 她在做宣傳了 她都預料會說是她搞出來 武漢那裡出的 幾乎肯定 因為共和黨的報告 外國的傳媒 是這樣已經滲出來 除非突然說沒事 又沒有這麼戲劇的 就是拜登 所以多數會說 指控是在武漢實驗室走出來的 究竟是人為的還是意外呢 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你說如果是人為的 又要有更多證據 不怕她一拼就說是 因為她說 她的跡象是人做的 你找科學家出來說就行了 這個沒有廢 而交她在那裡洩漏 只不過是說 你故意洩漏還是意外洩漏 如果在實驗室做出來 那你為何要做這樣的病毒呢 什麼意思呢 可能就要追究中國的 就是 縱然呢 如果是的話 我們也只能有坦一句 中國人的傳統智慧 害人沖害己 現在搞不定的 竟然是她自己 去了美國 去了全世界之後回來 變了總 她自己沒有辦法應付到 這些科興沒有辦法阻止到病毒 人家搞定經濟復原 她就開始受困 沒有辦法復原經濟 這個就是另一個話題 因為她不會事前猜到的 事前製造生化武器 究竟是故意洩去 洩出去 還是… 我常識 我們不要用… 又不要信媒體 又不要信科學家 但我們用常識想 那… 你放出去 分分鐘在自己那裏放出去 就很老襯 你說在武漢放出去 然後叫她全世界播 那這個風險太大了 所以… 意外漏出去的機會大 就是有心去放毒 那反過來呢 反過來呢 中共就是現在 要因應別人準備這樣指控你 它就先賴了人 那它呢 近來的炒作呢 就是… 武漢在19年10月27日 的軍人運動會 這個運動會有七大項目 就三百多項小項目 那就是起碼有幾百個獎牌 這個運動會本來就挺易流 各個都來的 各個都來的 好了 現在它指控呢 美國呢 就是當時有五個軍人病了 接著很快就走了回美國 這樣… 這樣… 指控就是要它解釋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那別人解不解釋到呢 可能解釋到 也可能根本不肯定解釋 是不是 既然它這麼齊整 只用你這個鋪陳 科學家的情報 這樣… 沒有那麼十二十 整出來呢 你再去這樣賴呢 那就… 除非你有更清楚的證據 那它現在就是沒有的 大家都記得去年趙俠堅說過 一輪惡功之後 那時候叫特朗普的時候 年中的時候 就是說是美國佬 將他帶進武漢 其實他的跡象表面看 就是當時有個運動會 有幾個美軍 就染了一些不知名的病 接著就發燒了 曾經去醫院醫院醫院 醫院醫院之後 就走了回美國 接著呢 那個運動會都不了了之以 好像不是成績很好 因為美國竟然沒有獎牌 就走了 那時候他就覺得 那次帶了一些病毒來中國 那麼我們慢慢… 值得浪費一些時間 討論一下這個 是還是不是 我是常識來的 要是是不是呢 如果你看七美媒體好 或者是美國那些 講得最多的法輪功媒體 那就一定是美國 不就是一定是老共生化武器 那樣 我解釋不好解釋 純粹是這個 沒有窄的問題 他提出四個疑問 是 第一個疑問 美軍到底得到什麼病呢 三百個選手 期間 五名美軍出現發燒、咳嗽、輻射 輻射 這個都似是… 輻射也不似的 就是類似的病 緊急送到武漢著名傳染病醫院 金銀潭醫院就診 初步得到藥疾 那藥疾基本上是沒有的 病 但是呢 基本上是非洲才有的 怎麼會有美軍有藥疾呢 怎麼會有藥疾呢 怎麼會有藥疾呢 移民一 移民一 移民一其實你都沒有解答到 因為你診斷初步 你問人家 人家可能說他不是的 吃濟了都可以 是嗎 肚射而已 我都試吃過 吃了一些不乾淨的東西 咳嗽 發燒咳嗽 不一定是 感冒也可以 所以這個不難解 二問二了 為什麼馬上派軍機 把他接回 可能他的習慣是這樣 可以是他的習慣 為什麼不下搭民航機 那又傳染病 美軍 美軍 太好了 他的行政人員顧之外 那些有專機 是不是 你常識就有 你解放軍就什麼鬼都沒有 就是什麼鬼都有 美軍很厲害 他拜專機接他回去都沒什麼問題 就是 有特別好的醫療 他覺得是要的 這個你是很難說他 當時是大了病怒 看完一二問一二問二 專機接回去 兩天後其他人都回去了 其他人都可能懷疑有事 兩天都不等 為什麼不等其他人回去 那究竟是怎樣呢 這五個人是特別先走 還是不肯等多兩天呢 其他人回去應該不是用軍機接 這兩個人 即五個人是特別用軍機接 其他的選手都回去了 參賽完畢 為什麼有人用軍機接走他 這個意義不大 我喜歡用軍機 因為是軍人 軍人是特別的族群 他有很多服務 當然幾百個項目 我想他有幾百人 幾百人就不會派軍機 軍機跌下來怎麼辦 但病人他用醫療的軍機接走 都不是奇的事 還有還有 你看完這兩件事 即是說那五個人可能是德國 已經是有病毒 我請問你 你去了武漢的醫院 醫院就說他有藥疾 可能醫院是不知道 當時沒有什麼 有沒有留下相片 在醫院裡 那你就拿出來 有沒有病毒株 好了 沒有 當他一般藥疾醫 人家看見你說藥疾都沒有了 你幹嘛把我們軍人當藥疾 快點運他走 都是很正常的 還有就是 你在武漢的醫院出事 為什麼會去到武漢的野美市場 那裡 這個也是解不了的 是不是 為什麼在那裡爆發 這個沒有爭議 在美國武漢市場爆發 你自己都承認 但是究竟在醫院 怎麼會去到武漢市場 好了 看完他的疑問衫 為什麼不公開這個案的病例報告 人家遲些告訴你 做一個都可以 所以又無謂說 沒有 沒有肚子就行了 所以你問別人 你當是疑問 為什麼不公開 一般他回去 可能已經病好了 公開什麼 有什麼好公開可能 他回去檢查 發覺沒事 不用看醫生 回家睡覺 已經沒事了 大費周章 又不給解釋 好了 疑問四 美國隊為何金牌榜上 那顆 那顆無收 這次三百多人 強勁的 又被籃球 六怪軍又非常下 都算做足事 既然做足事 如果你暗示 他就派幾個人帶毒過來 其他人不是帶毒 那為什麼不照樣 拿回獎牌 好好看一看 至於這次為什麼走鬼了 沒有 好像一個金牌 銀牌有沒有 銀牌有沒有 是有些怪 那又怎樣 跟這個軍人有病 怎樣拉起關係呢 叫人解釋 解釋就解釋 可能他根本那次就不是準備 即他暗示 他不是派最好的人 派最好的人 要麼你直接派 或者你借頭借路帶病毒過來 所以那些金牌選手 全部就不在裏面 免他就染到 但是其他人就不重要了 也有銀牌 有銅牌 那些都是重要的運動員 金牌銀牌 銅牌不是差很遠 所以提出這四個疑問 就當是解決了 去年葉立編就說 別人病毒來自他 你除了有這些表面跡象 那你有沒有科學根據呢 就是有沒有病 就是當時留下的 sample 他們染過病 在你的醫院就診 那你們應該有些紀錄的 那這些東西 還有他在醫院 那你應該感染了醫院的醫護先 但不是的 爆發是在市場 那中間那個關係怎樣 怎樣走到市場 那你查出些什麼呢 你們又查出些什麼呢 他們有沒有接觸過 是不是那個醫院的人 去光顧市場 所以帶了去呢 那那個過程是怎樣 那這些是你的事了 就沒有理由要別人解釋 那最多就找那五個人出來 讓你看看他還沒死 或者死了 好了 那或者他直接不回答你 那不關事 那你也吹他不唱 那我們看看這個後續如何 那很快 我猜很快成為 每天都要講的題目 他出現這個追究站的事件 好 我們回到香港了 我的問題是說話 前面是會長氣了 香港不少東西的 香港人口減少了八萬七 是 那 我想 我想 大家都看過新聞 或者其他人都評論過 是 同期減少了八萬七 有八萬九 好了 不要管他 萬二 那是靜而出 加自然減少 這個減少就是這樣來的 是 那出生呢 就三萬八千五 死了五萬零四 那就變了 就是少了萬幾人 是 是 單程入呢 就是少了 五十個巴仙 因為 疫情 沒有國內的人 單程淨入香港 去年少了五十個巴仙 今年再少了三十個巴仙 這個是一個因素 人口減少因素 但是 單程進來 新移民 不代替到 原來香港人多少 現在是靜而出 就是八萬九千 有說八萬七 總之 走了是七萬多 七萬多 就是去年 早一年的紀錄就是二萬 由七萬多到二萬 多了五萬多 即是 靜而出 這樣計算 都不見了兩萬五千個家庭 即是最少 兩個半 就算是 兩萬個家庭 兩萬個家庭 兩萬個住宅單位 兩萬多個住宅單位 那 結論是甚麼 即是沒有的 這些就是 政府解釋就是 新冠病毒引致外籍 人口移入少了 回港人口少了 即是他讀書不回來 是吧 不會的 他還是香港的人口 當然啦 我們很明白 我們很明白 大量移民走緊 人口減少了八萬七 現在人口是多少 即是 七百幾萬 已經 年頭的時候 說過少了四萬幾人 已經呱然 原來 現在是少了八萬七 這是中期的數字 即是說 七月 八月 六七八 可能都 不是包括在這個數字裏 下半年 才開始了 剛剛不久 下半年的數字 恐怕都不會少得過這件事 是 得出什麼的 大家得出什麼的一個印象呢 就 有待其他人評論 但是 簡單來說 大家自己個人的感覺 周圍的人 離去 很普通的事 我反而奇怪 少了八萬七五 有沒有數字 有沒有數字 遊戲之嫌 強積金融也少了 永久性來說 多了六十五億 拿走了 一百零八億 正常退休 即是 一半 多了 即是 六十幾億是拿走了 即是因為移民而拿走了 多了十四億 比前一年 這些數字 繼續惡化 我只能夠說 大家 再加上我們平日看到的感覺 我只有兩個 一個疑惑 為甚麼樓價還沒大跌呢 但這個不難解釋 撐住就行了 老共 面子問題不可以被他感激 撐住 撐住 撐到甚麼時候呢 不知道 會不會永遠撐住呢 一定不會 因為可能是很現實的問題 要用很多錢 美金 可能 因為移走很多美金 即是賣樓的時候 如果我仍然是面子問題 撐住香港的樓價 那當然是方便那些準備移民的人 賣樓的時候 那他移民賣樓 其實等同換了外幣走 因為他移親去美國 換美金 去英國換英國 總之就不要港幣 是 這個是財富流出重要的一環 亦都是 變成中國裡面 港幣少了 即是美金少了 這個儲備 是一個問題 長而言 他是不是不停撐 你香港人走呢 那他不撐 其實最簡單就是 不要顧著面子問題 但是這個當然有影響大的 他們 國內的權貴在香港的物業 你讓他們隨便跌價 他們自己首選 香港政府淨費又沒有了 如果土地政策一大變 所以這個很怪異就是繼續撐住 但是你想想一年增加了兩萬幾個 其實當你是公屋好 一半是公屋 一半是私樓 我估計是私樓多 我當是一半一半 都可以有一萬幾個單位 割出來了 其中有一半要賣 都是多了五千 暫時在城市 多了五千比市場 可能有一半不賣 但是如果你悲觀看 這個樓價 再加上裡面的大政策 大政策的問題 不再依賴土地 就是樓價 這個習慣是對還是錯 我們無從研究 我不是經濟專家 帶來的大改變 就是過去十年靠房地產 帶起的經濟泡沫 他就不要了 現在房住不賣了 又要改決劏火問題 大家聽到很多這些 所以你可以假設 如果你真的需要你的房子 隨便我走 我走當然是matters it matters 如果我不走 doesn't matter 大家都是這樣 老人家 如果你打算 始終有個地方是中老的 如果年輕人要移民 最多是沒有人陪你 或者你給了一些積蓄去 自己留在香港 不願意離去的 就是怎樣適應老來的生活 孤獨一些的生活 那不是太大問題 但是你說 如果你就是要靠層樓移民 那就永遠是未來幾年 你想著這樣做 真心說你真的應該 不要再假設它會升 而快點在它大跌之前 cash了 否則你的財政問題 那個財政問題都不同 不能一概而論 不能一概而論 自己想 這個是必然的危機 你不要說一定 可能老共真的很厲害 經濟還頂得住 但是香港人口減少 人口減少 人口減少全世界都是問題 特別是年輕人的人口減少 我們真是 不知道我越老 發覺周邊的老東西 越來越多 老過我的 其實就不是老過我的 因為感覺上 以前不當他們是老的 我都是這樣 看回相片就知道 怎麼都是變老了 人家看都好 這個變老了 以前的中年阿叔 現在變老了 再早前叫岸仔 現在變了 後來岸叔 現在是岸白 前些阿爺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都是這樣 其實沒什麼 但問題是 整個香港 是進入衰退期 這個必然的 衰落期 我會認為是衰落期 還叫這年真是上大灣區 還叫做官 其實是沒得說的 每個人想著 又是走的 其實你不要想著 他 就是 沒有一個人 真是愛香港 真是為了 除了我們也走不了 最愛香港 我們愛香港 但是要接受 沒有 一個進入衰落的情況 這樣 衰落 誰會受害呢 我都要問一下 我可能不太麻煩 我想理想 我都不太麻煩 你不要計 你不要計 我自己有積蓄 可能大貶值 你的財富 大貶值 我都不應該不生存不了 不需要政府養那些人 比如那些有退休金拿的 公務員退休 他們都不應該是需要 其實是要政府養的 他們可能有問題的 政府博產 那我就不太麻煩 我連這個危機都沒有 但是哪些人最受害呢 藍絲還是黃絲 我經常說 很簡單 其實一定是藍絲 好像有點心涼 但是你想想 其實 你說窮人一定是藍絲 不是 有黃 有藍 但是我的常識告訴我 黃的 如果是黃 他應該窮人的機會低些 為什麼呢 唉 你要明白 永遠都是飽亂 醫食足之榮辱 喜歡講民主 老了就 他不是窮人多 老了就有點錢 變了有點奢侈的感覺 窮人最怕社會變 因為他怕連他最後的綜援都沒有了 所以 廢老藍絲多 大家都感覺到 共識 當然希望有人做研究 如果是黃絲 又變成廢老 但是他不是太窮 那無所謂 即是無所謂 即是我這樣 我覺得黃的 老得來還是支持民主 最多是他保守 或者他是錢男 所謂錢男其實都是中產 不過是保守 沒有搞亂社會 公務員 甚至是退休警察 甚至是律師 我的律師都很難報仇 那我了 那又如何呢 但這班人其實不會受害的意思 因為他們不是窮 淺藍的 和黃的 普遍條件都較老了 應該是較好條件 因為較好條件 令到他變和 或者他是淺藍 最慘都是那些深藍的廢老 因為他們通常是窮那堆 窮那堆 在這個情況下就會受害 即是香港進入衰落期 即是他們無險那一手 他們只能夠靠政府去救濟 哪些人經常說要改變政府 改變福利政策 就要選民主派 雖然工聯會 民建聯都經常說 其實那些是不會做的 你要知道 民主派眾言做不到 其實做不到之前都會做到 有公盟有教協這些 即是會為改變社會 他們會阻礙這些 又經常示威又吵吵閉 有些還說他們吵吵閉 搞亂社會 那些蠢的藍絲 就是幫你還以為人家 搞亂社會 去到你臨老不過世 現在社會沒有了制衡 是不是大家明白了 未來的時刻 就用中共那套思維 他都不會讓你死的 不過你就 臨老開始淒涼了 只能夠如此 這個都是報應 不要說報應 是共業 誰叫你是藍絲 你支持什麼 那你應該比較少抱怨 老了就不理我 黃絲怨呢 都不太怨 抓不到民主 但是自己搞斷 抓不到民主 而臨老移民行不行呢 好像都說可以的 跟著子女移民 黃絲比較容易 藍絲呢 準備被人扔回來 早兩天才說完 好 講著這麼多